作詩芬拍攝《妻子的浪漫旅行》 適逢當日將近端午節 節目組安排各位妻子進行爬龍舟比賽 一副戰鬥格的Ada曬長腿應戰 她爬龍舟時相當賣力 雖然比賽過程中差點發生撞船意外 但最後遊驚無險由Ada隊順利勝出 不過Ada的講譜就令大家摸不著頭腦 有見及此 老公張進透過節目組千里速遞兩本普通話教學書給Ada 希望老婆可以惡補港譜 當收到愛的禮物的時候 Ada立刻反白眼問張進是否不想活 還說自己學好了普通話 張進就沒那麼精彩的人生 幸福快樂都沒有了 張進都無奈話本來已經放棄了 但Ada上這個節目之後 覺得她還是需要再學一學 真心希望她的普通話會變好 但這個希望比較渺茫 另外在妻子談心環節 Ada就大爆張進從來不撒嬌 還試過向她撕嬌功時慘被家暴 Ada說老公沒有少女心 嬌的方式是用功夫鎖住她的手 還會壓住她和她對打 她曾經向張進嘟嘴撒嬌說老公石淡 但反被她鎖喉鏈 Ada還即場示範進式鎖喉絕技 名副其實打醒我呀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CADANG CADANG